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他娶到了本镇最漂亮的女人海瑟 这天海瑟换好衣服准备出去参加好友的舞会 结果大夫的好伙伴生病去医院了 而伐木的工作必须要两个人 于是大夫希望妻子海瑟帮帮手 海瑟说不能明天再去吗 大夫表示明天又下雨 海瑟很无语只能跟着大夫出门呢 一个转场大夫挥着腹头努力砍着大树 就在大树快要倒下的时候 大夫感觉方向不对 于是大声呼喊快跑 而海瑟根本没有时间反应 砰的一声大树倒了 正好压住了海瑟的右臂 大夫想把海瑟拖出来 但大树压得太死了 海瑟动弹不得 再这样下去 海瑟就要因失血过多而死亡 于是大夫举起斧头将海瑟的右臂给劈断了 从这天之后 海瑟整个人都变了 因为每次出门别人都会投来异样的眼光 海瑟很崩溃 为什么这种事情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几天后 大夫给海瑟打造了一副铁手臂 而海瑟表示这个手臂实在太丑了 戴上它就像一个怪物 于是大夫继续绘图 一定要让海瑟满意为止 海瑟问大夫 你爱我吗 如果爱我就给我打造一只黄金手臂 大夫想了想最后还是答应的 画面一转大夫还真的打造出了一只黄金手臂 付出的代价就是 大夫卖掉了一台拖拉机和一台带锯机 然后还将房产抵押给了银行 海瑟非常喜欢 因为这只黄金手臂实在太漂亮了 这天之后 海瑟时时刻刻都会带着黄金手臂 就连睡觉也不脱下来 过了一段时间后 海瑟感觉身体越来越差 于是就来医院检查 警告医生告诉海瑟 是金属引起的肺病 所以你要把甲值拿掉 而海瑟却表示死都不拉 由于海瑟固执以间 所以她的病情一天天的恶化 眼看就要断气了 海瑟叮嘱大夫 我死后一定要把黄金手臂和我埋在一起 说完 海瑟就撒手人寰了 而大夫也遵守了承诺 将黄金手臂一起给下葬了 海瑟死后 大夫已经穷困潦倒了 刚好又碰到了经济大萧条 没人再购买手工家具了 面对各种账单 大夫快走投无路了 就在这时 大夫想到了海瑟的黄金手臂 于是大夫拿着铁锹 将海瑟的坟挖了出来 海瑟的尸体已经腐烂 而黄金手臂依旧药野夺目 大夫伸肉去拿黄金手臂 结果怎么都拽不动 然后大夫再次挥着斧头 披了下去 就在大夫拿着黄金手臂回家的时候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海瑟的相册莫名其妙地掉在地上摔碎了 紧接着狂风大作 下一秒大门被吹开了 一个人走了进来 没错 这个人正是海瑟 海瑟变成僵尸 回来找大夫算账了 因为大夫没有遵守承诺 拿走了他的黄金手臂 画面一转 到了第二天 警察在大夫的家里 看到了诡异的一幕 大夫死在了卧室里 而他妻子海瑟腐难的尸体 就躺在他身边 至于大夫是怎么死的 至今没人知道 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电影云乐 云里解忧 下次再见